德國外長和內政部長說不會出席北京東澳 外長貝爾伯克受訪的時候表明 他肯定不會出席北京東澳 但強調是他個人的決定 不代表德國政府立場 貝爾伯克又透露 歐盟內部在談會不會聯手外加杯過北京東澳 德國並沒有派外長出席奧運的慣例 德國內政及體育部發言人也公布 內政部長 菲塞爾因為疫情等因素不會出席東澳 至於總理索爾茨 現在還未決定是否會出席